运动员 中国选手白龙 菲律宾选手杰弗瑞·伊格纳西奥 现在比赛开始 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杰弗瑞·伊格纳西奥 获得开球选择权 杰弗恩走弗英章 杰弗恩走弗 canvi 通过熊猫直播平台 观看中国石家庄2018 乔士杯中式8球国际公开赛 TV1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晚上好 我是苏新元 大家晚上好 我是张庆勇 张志导 晚上好 好 苏新好 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 来自菲律宾的球手伊格纳西奥 对阵屏幕右侧 来自中国的球手白龙 比赛采用25局13胜 140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冲球 本时段比赛是本次国际公开赛 败部的比赛 本时段所有获胜的选手 将继续在败部征战 而输球的一方将遗憾地被淘汰 比赛开始 第一局 杰克威纳西奥开球 在之前的比赛 伊格纳西奥是13比7 在败部淘汰了杨如 而白龙这一边 在胜部的比赛是6比13 输给了王鹏 跌入到了败部 比赛进行到现在 在胜部征战的拳手还剩4名 他们分别是王野 王鹏 吕欣 还有余海涛 打击红三 较到黄一 横向的去叫五号球 需要下低杆 稍稍发展力量 可能太轻 白龙这位选手啊 打法非常快啊 对 就感觉他打风了之后 就感觉是这个 踩着滑板鞋 在高速上啊 打台球一样 而且他还难能可贵的是 我们徐家庄本地的球手 没错 本次国际公开赛 白龙也是在石家庄的选拔赛当中呢 战胜了王樊硕啊 获得了参赛资格 而去年的首战国际公开赛 正好相反 王樊硕是在比赛当中呢 获得了胜利 那六号还可以继续啊 打进高杆 白龙往上走 上方的两颗球 可以交中带 带脚 帮忙了啊 这个带脚 低竿 右边再交二号球 还是要留出向下的角度 利用低竿交位啊 关机 非常流畅啊 非常流畅啊 谢谢 请 白龙授 提分 一不明 提分 恭喜 张海 感谢观看 第二局来龙开球 扎球球紧 上手来看定颜色 八号球左边的底带是没有的 如果你选单色 打起来难度不会觉得大 但是后面黑霸还是要处理 选花球 一杆十一向下 整体就要到下方的 十号球和十五号球的中央位置 甚至于说 轻轻顶一下十号也没关系 所以这两个球的打法一上来 选球单色非常好选 选花球便于后面去打黑霸 因为九号球只要打进来 八号球肯定后面就够下了 还是选单色 直接来带 有效果 非常强 旋转用的 算是解决问题了 六号有的打 有把握打六 不然打三从上面吃后再下来 用滴杆 左腕中带 二号球继续 往下蹬 后面可以用红三争取仙教五 五号的右下角也是够下的 感觉稍稍有点过头 看能不能滴杆 尽量的再回来叫五号 直接滴杆不好控制 滴杆下一点左在都可以 好球 我怎么觉得白龙的打球 速度越来越快 对 比正义不太快 上劲了之后呢 非常快啊 嗯 这时候稳一下 撒白球 听见了啊 你不说我快吗 那我就慢一点 对 确实观赏性强啊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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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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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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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正在征战的 一个拿销 白龙这一上来 这个气势 没失误 准度超级好 我们经常说 在这种准度的支撑下 他敢做任何的动作跟想法 这种准度超级好 这种西库都来了 画面上看还不错 现场应该是比对角度大 是的 所以白龙也是不是特别满意 有难度这球 调上去用四二球再往下来调 也是可以的 跟第一个往上走 然后打四再过来 打相反的右边底带就行了 走得稍微细一点 不要过头 不要过头 7号应该是合适 请推过去 打黄一再登到屏幕的左边 8号就中队 简单明了 非常轻松 建立了领先优势 希望能够保持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四局 白龙开球 也是一杆力量比较大的开球 右边中带本来方向 这个目标球有机会可以进 但是被撞走了 那么一个纳效非常好的机会 单色可以选到 这番单色还可以 主要是在下方的436 这个小的一个小球形堆上 要做一些细致的处理 反复再看3和6之间 哪一颗球够下 在右边的底带 对 刚才就是一直在看红3 到底够不够下 也在犹豫啊 对 看到对手这一上来 这气势啊 这状态 手感这么好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0比3了 关键是对手这个节奏太快了 对 所以让一个纳效也是很紧张 反复再确认啊 这4号 左下方的底带 到底够不够大 保留 碰球犯规了 先打到9号 是的 有这个 有这个 这个 这个 有这个 我觉得还是白龙给它压力比较大 有点乱 对 那一上手呢 白龙现在可以选择 打掉13 或者是打掉11 都可以啊 然后用10号球 向右边的底带打 将12 K出来 左边留一颗 比如613 或者611 用10号球来K 为什么要先 因为左边这两个球互相有点咬 那就打11叫10 然后10号球K12号 然后屏幕下边的14 左下角的9号都是够大的 还行 可以较近一点 对 上方这根带口的较位 如果你要叫12需要下低杆 右塞 先把旋转打出来 对 很轻的力量去打 很轻的力量去打出来 这就是中式8球 和苏诺克的差别 苏诺克是前面很紧 当建立起了这个 既分数的优势之后 越打越放松 对 而且咱们中式8球 是前面球多 打得放松一点 快一点 在后面球 在后面球少了 衔接点少了 越打越紧 这根中带边底带 打得也非常准 这根白球 只能去传了 9号传十四 还是想反薄吗 看这个架势 还是想反薄 9号 然后白球去顶 你上来这股劲儿 感觉要过去了 一股作气 再摔三二节 往往一上来 很像打气势的球 不太好去坚持很多盘 本身因为是石家庄本土的球员 所以上来肯定是 咬着牙扁这股劲儿 一定要打 就怕是绷不住 但是伊格纳西奥这边 可能也有点 出的问题的严重啊 因为 这都是选手们啊 比赛打得多 伊格纳西奥是昨天就第二条败布了 今天是他第三场比赛 白龙里边比他好一点 这场比赛是白龙第二场比赛 嗯 所以可能精力体力上 伊格纳西奥也会消耗的 比白龙要多一些 这干球双方到底发生了什么 开始突然间交替失误啊 对 9号 能看到的话还有机会开轮 对 打9白球撞 更并没有去用比较大力量去K啊 好 那么4号球 机会 哎 伊格纳西奥好像又开始出问题了 双阳山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的 连续上来就是不太难的球打不进 我们也说过他是凭第一感觉打球的 一旦球感好的时候打就顺风顺水 非常夸张啊 很吓人 但是感觉一般的时候就丢失很多的一个准度 曾经有一段时间 在双阳山的比赛当中看了伊格纳西奥这个在TV台打球 很虐心啊 每一次量了半天做了很多准备 老是白球不到位 要么就是做大了打不进 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很虐心啊 白龙能不能继续啊扩大比分优势 对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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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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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位置当然就是勾出来了 勾整颗 七号球出来在黑巴的下方 把白球去叫 右边的五号球 这杆球还是没有可以好 好 这边再来 有向下的角度 可以再从下方的这个位置 再向屏幕左边来去带一下 它感觉一个纳效可能要轻推 然后5号打左边向往底带 留这个横向的角度 争取把9K走 然后七号球就可以继续打 看它这个分离角的掌握 这一钩是钩到了 我急要求又是难度球 好 非常细腻的预感准度 打这种反角球 薄球也不恐惧 做得非常好 创造力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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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做力很强 创造力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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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介意 我们有什么 我们要走 我们在这些地方 就 fehlt 我会把他 有什么 要说 我刚才的 他还不加 还有 它们抬尼的成分还是不一样 里面含羊毛的成分 抬尼要少很多 刷了一个K球的打法 它并没有说敢叫 说其实它叫好了之后 右边这个底带叫直就好了 叫直一点一点就好了 角度较大了 只能去K了 放到这儿 9号其实右上角还有的打 对 太重了 我看到这个打法 也好 算是 我说 我会给你 你打算 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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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算 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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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杆尾带一点低杆 这个球打得已经相当好了 到这个位置运气不算特别支持它 它已经能做到它能做得最好了 那10号球去传 对 那个球传完之后就算进了10号 肯定是往左上方的这个裤帮上了 刘忠贷 白龙看2号 对 有的包 看得见啊 没问题 继续啊 轻打 考官弹起来 好球啊 七局 这回一个呢笑声 第一分三比四 好球啊 先走 好球啊 善声 好球啊 好球啊 插着 好球啊 帮你 感谢观看 发举白龙开球 感谢观看 有观赏性 然后又有这实际效果 稳住了自己的一个心神 也是通过自己的一些进攻 来去抑制住对手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状态 一个态势 带点低竿 发力可以看看效果 冲戴黄仪好球 支吻很准 后边有这个7号就影响首架 然后再发力可以球打进 真是准 符合白龙特点 没错 他就是这个风格 少林派 打底金刚掌 你要扛得住 咱们就有得打 你扛不住 你就碎了 就这样 角度较大了 右边弹边后再过来 这球打得顿了 这小白球走的 干法不够高 强拼 但是左边是没有带口 而且接力也是没什么地方好去接力 能不能打个双下 15号球 但是就是这么 direct的 对 对 我不会犯了 这球打得救了 我换了 这球打得好 我换了 这球打得好 就不够确定 这球打得败 我换了 怎么就反对 看一下 谢谢大家 12这个位置还是不太好 就轻易动 上方的球感觉黑白 是挡住了 看看有没有机会 12号可以翻底 再翻回来 停到8号这边带口附近 还是尽量的带口附近 要留一颗球去向上 后面去K 11跟10号球 10号球 一个大线也是敲了敲球台啊 对于白龙这一竿啊 表示赞许 一个大线啊 也是敲了敲球台啊 对于一个大线来讲 10号球 11号就被8号就封住了带口 或者找机会破坏掉啊 或者找机会去进攻去翻带 K球的话线路比较远 球与球之间的距离比较长啊 确实啊 这个位置的话不太OK 不行的话做10号球翻带 10号翻中可以做一选择 或者是现在啊 还是不往里打 再去做一段防守 又K过来一刻 这回必须做防守了 轻轻打啊 上半边 横向啊 这边白龙就可以解 一枯没有把握可以走两枯 这样白球省着吊带啊 他也想解两枯 但是 没解到 那这样呢 十一右边中带 白球向上呢 有机会去K了 把底带削一下低竿 对 把中带呢 向上顺势啊 力量可以给出去 这个位置还是不错 白球往屏幕右边 或者右上方能走多远 这样中带的十号球还能保 角度比较大的薄球 薄球不恐惧啊 确实啊 角度感强 强势的将比分扳平了 八局 这分一个呢笑声 比分四比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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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局 Jeffrey一个人需要开球 两个人比赛进程很快 四比四平了 观众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的赛事官方微信公众号 抬球圈有料 查询比分以及相关的赛事信息 白龙的准度一如既往的稳定 那么现在就是不要受到对手将比分扳平的这种影响 始终贯彻保持着自己这个准度连接好 尽量避免像上一盘最后做八号球 没有做到的这种情况出现 打得快是你的优势 但是要保证你的稳定 还有准确 对手的一种情况出现 黑巴不动 刚才是没问题 底带和左边 中带应该都有 底带和中带都有 左边中带 没问题 不要想太多 调整一下 它还是像在想电片问题 不要想太多 正常把力量给出去 这个影响不大 不会影响变线的 没有问题 好球 官方暂停 官方暂停休息 休息十分钟 好球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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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舒服 有点 好球 比赛继续 白龙开球 开球实际 很明显 一球进中带两球过线 中间的花色球 我们看到13号球并没有过线 这样的局面单色球 相对花色球更简单一些 也很好选 也很好选 这个阴影 这些球的球 我还是在看 这杠球 2号打进 白球向屏幕左边走 还是要尽量的K到12球的上方包边 就是这样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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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成功的 摩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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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兜过来 不够了 看看有没有神来之笔 勾得近 关键就是5号 没有下的话还需要用其他球过来再去带一个 从这位置来判断是有一定的似够非够的这种感觉 确实刮了一点包边 没有打劲 白龙这边还是想拼 12球保左边 先吃库 后接2号球裂 放到这儿的话看看一个大气号会不会开轮啊 打2号的下半边 用一点滴杆将12球撞进 用上方的26来去挡黑吧 先打红3中带 把球上去 上方7号球 5号就可以打掉 后面用2号球一传 继续还是打2号帮进时 用6来去挡黑吧 这样的一个打法 先做一干吗 这个球还是应该先打光啊 把这个57打掉过来 用2帮用6座 8号 5号 1号 2号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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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 1号 2号 1号 1号 感谢观看 还是要一船一帮 做斯诺克 白球位置也是不错 跳球的话是 在上一场TV台 约翰楚阿曾经有过一个 远线的跳球近代 他这个厚思诺 对 这比那个要难太多了 不好出关 出关这种一碰球 能跳到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是个啥 也是想往里打 关键看代高附近有自己球 我近代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这机会白龙不会错过的 9月4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一季 January Ignacio 开球 完归 好好的利用这段时间啊 审局 在裁判员取下摆球垫片的这段时间之内 是不算在选手记球时间的 好好的 好好的 这杆球明显是没想去这样去可以 他就还想从里边两个出来 上去肯定是有的打 到中台附近的话 下边二三四上发一个五 选择非常多 但是现在直接变成了一个 长台的四号球左上角 右边手有的空 下边手有的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首这边一个大笑 一个中台 没有打进 想去发力 白球弹边虎 带开十四 机会又还到了白龙这一边 非常舒服的位置 角度也支持 把三打掉 那么白球在二号跟四号中间 对 但是尽量还是先做四 最后用二条八 位置也是合适 较直 八号因为是刚好在 十号左边的边口缝隙里面 以前我们说较双位较双位 但其实还会有一个 在双位当中 有一个主要要较的位置 较的球 另外一个球是背悬 这边又是出现了 最后一刻半号就走位十五 白龙今天至少有三次 在最后走八的时候出现问题 他这个球本身角度就不太好 刚才较的时候没较直 待会儿 对 并得不太好 這是 并得不太好 晓得不太好 然后我们再来 那么 现在我们再来 这边 inversor 横 我们可以 如果是 非常热 的人 温哥 的 十四 地竿横向走 先叫十一右边中带 然后用左边十三 争取往上 有机会可以去 把黑八十号这边 去带一下 这个球形并不是一个死局 一个打键 差太多了 是啊 这个意思肯定是这样打的 但是低竿力量都不太够 它始终是没法说 总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个收着打 力量给不出去 TV台打了将近十多场了 在这几战分战赛 包括本资公开赛 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可能心理上的多少 会有一些忌惮 打开准度了 右下角 打力量挺好的打 你看 好 放 放多了 这球啊真是 怎么打怎么别扭 我看他比赛 就像我们说 我看他比赛 虐心吗 对吧 不会说很这个 一帆风顺那种感觉 总是要出点问题 好 这杠是冲在前面的较位 没较好 您说前面这K球 对吧 整个局面解开都不错 最后 回头白龙这边也是一样 打好这个八号球 这个机会太好了 我觉得还是同样 白龙心理压力稍稍有点大 没错 主场作战 亲朋好友的观看 对呀 你早这么打 你就不至于这么被动 我 是一句 减肥 一个男生要少 几分 凤比六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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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球 开球实际 第二次了 下面的基础统计 开球实际 白龙是两次 比赛规则呢 是三次开球实际 盼复一分 再累计三次 盼复一分 下来看定颜色这根二号球 打进一K过来 横向走 这个位置左边红散 再来看定颜色 正面颜色 还是三次 还是三次 是三次 的硬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快 而且可以 所以 非常非常好 感觉 太不错 我觉得 这个 也是 这 这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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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局 减肥 一个人需要开球 单色球相对更好选一些啊 而且从现在镜头的角度来看 七号球啊 是有机会借力 击跑左下方带口的十四号球 来了 那这样击开的话呢 四号球左下方的带口也有了 这看球还需要带一些力啊 看运气吧这球 因为主球在打完之后二次撞击了啊 没有什么好打的 往下方 争取白球放到现在数字七的这个位置啊 这比较理想啊 你放到这儿的话 一个大西号会有一个十一号 右上方的顶带 九号球左上方顶带 白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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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头没有 和你选择了 白球谈边库 争取用十二号球 形成调球 换了 这端球 没太明白白弄的意图 攻的不坚决 守得不彻底 直接为了一个中带给一个捺 一个捺 捺後面其实还是有机会 对呀 一旦较到十四左下角较直 左边中带的十一号 也不是问题 但是一个大胶自己还是 本身 他自己这边自身是容易出一些 走位上的不到位的状况 带起来 中带 底带其实这个位置 倒是可以打久 没有问题 先打完之后 左边上方还有两个花球 可以继续利用那两颗花球 向下来叫 这是我印象里面 一个大胶或者国外球员 在打比赛里面 插白球插次数最多的 是的 有时候一举球 就能插三次以上 还是轻推弹起来 先过来较下方十四 那这个又是老问题 我们在双叉战战里面 一个大胶就出现过 类似的问题 就是打中带的时候 特别喜欢上面留一个 下面留一个 是 这等于说你不太好直接 比如说现在 如果没有上面那颗 那是不是打完十一 直接往低竿一拉 可以把左下角了 对吧 但是因为上方还有一个 花球十二号 所以你必须打完十一 还要用十二再下来 对 上去下来的这种 一个长途的奔袭叫八号球 还带着很强的赛 你看 就是没有困难 制造困难也要上 他这完全是个人习惯 这跟别的没关系 其实如果说在球里 跟这个思路上 有人跟他讲过 或者是他能够去听 那我觉得他这个中八的 潜力 还是更 很大的 他能掌 对 就我们常说掌球 就怕是他总是用 他自己个性的惯性思维 去打球 就是我不太去 听从或者主动地去 改变一些东西 这东西我觉得你打什么比赛 必须得遵循什么样比赛 或者这项运动的一个规律 规律 对吧 打斯诺克程序化的东西比较多 对吧 打可以红球堆较黑 是吧 有些东西都是固化的 必须那样去打 那样打之后呢 你后面有更多的衔接球 和高分可以去吃 斯诺克是一个得分的运动 但美食球球的一对一较位 单一球的这个白球到位率必须高 做安全球的防守意识 和这个成功的难易程度也必须高 这就是不同的运动 不同的特点 对 重视八球就是画繁就简的 这个特点 比较比较多 时间两次 四局白龙开球 正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白龙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 就可以连续地将比分扩大优势 这一盘球里边最难的就十号了 我觉得以白龙这种边库的准度 十一号球应该问题都不大 关键是十号球 左手球员都准啊 对 左手球员里边通常都是非常准的 直接来防了 不打了 还是对于中间形成的小球队 感觉难度有点大 打一个后手球 先手不拼了 好 好 好 王一 可以打薄边白球往上放 打得太厚 这一杆球算是漏了一些机会给白龙 看白龙的一个胶位 十一号球 有机会K 有机会从凤翼中间下来叫十三 顶一下 好球 十二有的打 这杆球想继续叫十三 是一种叫同带 另外一个带反赛 就是左赛的高竿 从下面赤库上去 十三打左边底带 两种打法 一个是十号跟十三叫同带 叫同带 看看力量 没问题 够直地杆我会拉 叫十五中带 看这角度 角度合适就要到三七缝隙中间 低杆不能拉太多 别过头 中低杆发力就好了 不要太低 这我看不见了吧 不然就是宁大物小 对吧 你过红三也行 过红三呢 黑白也可以包 对吧 看中弹 还是没有啊 白龙今天第四次 衔接八号 没做到 白龙今天这种主动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是 要不然笔分的优势比现在更大 打一个 有的跳最起码 冷静 打杆跳的 好球 冷冷跳进 第四次 白龙胜 一分 9比5 好球 谢谢观看 数据 Zenifer 一本来需要开球 一本来需要开球 这杆球炸的 黑巴是刚好是嵌在了右边中袋的袋口里面 又来了 不算太难的球没有打进 还好这边一个打笑比选了相对比较简单的单色球 对 第一杆也是没走过来 15号现在没法进攻 中袋14 要不要先去争取 打一杆 没贴住 没贴住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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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没问题 靠自己的能力 再搬一分 第十五组 加密一共的希望胜 一分六比九 加入转发 来把两 locate 连来 帮了 发桁 休息 你是怎么 taught 十六局白龙开球 开球为例 线后自由 因为是两次开球失机了 所以只能是选择大力冲球 双方各一次冲球的时候白球落带 顶颜色 二号 打进停住 四二球相反的中带 看角度是向下的话可以继续叫七 这盘球里边就最后一个黑八 是一个关键球了 其他像五号球 黄一这边戴口头有的较位 直接解决黑八的问题 这应该都没有他没有想到的 他觉得这个最起码黑八要往上勾一下 但是居然从缝隙中间转出来了 所以我看起来 在脚光上显得好 就别再来调整 就差着一毫米 真是 擦着它过 可以把大盘能够撞 比如说 往上多走一点点 应该右边底带就有了 对于白球跟木槐球距离很近的球 这一点点也不恐惧 打起来很自然 下球点找得很准 对 伊根纳枪要对于台队的理解还是很深的 绝对是有能力 又是滴肝一带黑拔椅 但是它很有 还是容易陷入到台泥跟台步的这种走速不同 有些就是可能在九九九胎 在台步的情况下点一下就够了 他在台泥这边 他选择同样的方式就很容易走小 就在台步的情况下点一下就够了 8号中带应该是有漏 但是现在你白球打6号球也是个问题 带一点点扎干 扫库边再过来 直接左下角没有的话 这干球翻带 翻底带有机会接九号粒 翻中带需要打的比较薄 差的有点多 打9可以拾 一杆解决问题 好 喜好 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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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开球被五号球封住了所有球的击球线路 那可真是运气太差了 应该可以看到 还可以打 还行 就边酷的边酷的十二号球 准备一的难点 本来问题就多 又过去了一个 看到十二号有没有去可以叫饭带 黄一这边可能有些碍事 优才高杆发力K好了 脚到这儿脱了 滑丽的低杆来了 我们来师母一带 看这杆球K的怎么样 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算翻带都被挡住了线路 不答了 还是漏球啊 十一 十二号的左边中带非常薄 敞球 两号就算得到 三号有的 这下载的 两号就算得到 立即是 三号有的 第二次 两号就算得到 三号就是 就算了 第二次 二号 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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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轮比赛登场的八位选手 中间有四位选手被淘汰 那么在其他场次 现在是刘创 11比7领先约翰楚阿 李博 10比5领先猪龙 张坤鹏 11比7领先刘欣 那本轮比4领先约翰选手 那本轮比赛结束之后将决出来的是本次比赛的前八强 那本轮比赛结束之后将决出来的是本次比赛的前八强 对 算是好 那比赛的前八强没接到 关注场次比分以及赛事进程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 查询比赛的相关信息 还要再防一干吗 还是要再防一干 二传一 小伙不错啊 把俩都打活了 再要一干自由球 就可以清台了 您之前说的这个象棋里的叫杀 对 叫杀 把真正拉开 然后呢给你做一个非常难度的球 你打不好 我漏球有机会 或者是我拿自由球 就可以完成清台 自由球 五号为什么不打 又是这个 我就真的是对一个拿销这一点 就看不太懂啊 你这个舞对于后面叫黑八 是没什么帮助的 而且会增加一定的困难 五号球上手摆 或者是 你摆黄一 怎么着啊 反正是你争取前面 一定要先去叫舞 是 比如现在打黄一 然后过来 二号或者六号中带上去 你先把这个舞打掉 打舞推右边中带下来 就没有问题 二号一号不都可以打吗 前面三部里边去争取 一定要把五号球打光的 还有没有问题 还准备 就没有问题 相互状况 了 顺利 无论 相互状况 我画一头本身是 哪y头本身是 不要 我画一头本身是 那这就是 这边上来了 没问题 打5再下来 9号球上方 可以防一个 露球了啊 这边 这根球不刮一下吧 后面还没什么好打的了 这根球既然K到了 那就看你这个准度 能不能保持得住 轻推下方滑球叫中带 低根发点力弹起来叫底带 12号 继续 中带推下 8号继续 还是可以叫中带啊 用中低根往下蹬 不需要再吃库了都 直接等 6号 这个低根 再低一点点啊 就算顶到6都没关系啊 杆法还是有点高 选拳 选拳线本身就不太对 应该是在6号球的上方走 不会说连跳杆都没带吧 带了 带有 距离比较近啊 所以铅笔跳 JK 中带 继续可以带一点低杆 从下载往上弹 好球 18级January 一分的西奥上 一分四十一 官方暂停休息 十分钟 十分钟会叫他不及 看你 比赛继续 杰弗瑞 伊根达萧 开球 暂停结束 我们再回来看比赛 两位外籍球员 都是菲律宾的 那边约翰主啊 也是七比十一 进入到第二个暂停 同样这边 伊根达萧 也是一样 到了一个选球的阶段 左边的边控二号 是不是能够打得进 没问题 黄翼 黄翼 角度向下 就一同下 往这弹枯上去 就是四二球相反的地带 рос伤奖主啊 你俩就俩就俩的 首后 不俩就俩就俩夺了 是借房那种 而且他们也俩就俩 俩就俩不俩就俩就俩就俩小瑜 刚才局间休息的时候正好去卫生间嘛 一个拿西奥也是用凉水拍脸 然后一脸皮态啊 觉得比较累啊 确实今天他打了三场比赛了 算是本场比赛 在我们全程双败的这种双败大循环的锦标赛事当中啊 一不小心跌入到败部的选手 那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其实我觉得这样去说吧 对于他们这些经常打这种世界级的美式的一些九球比赛啊 十球比赛的人来说 这点辛苦应该还是问题不大的 据我所知啊 咱们上海公开赛啊 他们或者是一些大型的比赛里边 每天是要晋级两个名额 但是呢是所有的顶尖一块打 是的 每天只晋级两个人 有可能是比如32出2 得说你连赢四到五个人才能够 今天出现两个名额里边 就是他这种强度对于这些球员来说 我觉得还是不陌生的 那他们平时一上来最少要抢九或抢十一 一天赢四到五个人 你想想对吧 我们一天是三场比赛 中间还有两到三小时休息 对于他们来说 我觉得疲劳肯定是有的 这是人之常情 关键就是能不能适应这个球台 对 说的就是这意思 包括呢 适应球台同时呢 对于中八的思路上有没有改变 他那个项目是他自己擅长 对 对吧 熟悉 打美式他特别擅长 怎么打他都觉得在我掌控范围之内 没错 我可能瞬间 比如说迎开迎方冲球的 我那瞬间一波流 对 我上来 比如说抢九的我 你打我四比零 回头我九比四赢你了 一顿冲冲 知道 从我好意吹响 我连续静态 确实 他们打中 是八球里边的这个 对于进球的这种压力特别大 十二次 十二次 看翻底 长一点点 本时段比赛也是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比赛 明天上午九点钟 比赛继续 胜部的四名选手 败部的四名选手 同时间捉队厮杀 小了 显示小了很多 要不要一个长台接力 这一端接力之后 主动基本上在白龙这边 没错 看一看一格纳西奥的解球 还是要横向紧 白球吊带 看一看效果 主要是14号球 14有下 直接摆角度下来 可以先去教师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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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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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二十四句 白龙开球 有没有球近带 上手选球还是有难度 整盘球局面左边中带的红三 包括跟另外一颗花球 十五号还是有一点相贴 选了一个超级薄的花球 选完花球上手之后 十一号球左边中带还是一个大角度 包球 而且打进十一之后 三号球上方的十五号 就少了一个最近的衔接点 没错 这样打十一有机会可以把十四位置 稍稍歪勾一下 这一般花色球还是有很大难度 先交位 十四右边中带有可能是有下 这杆有机会可以了 直接下地杆下来 但如果你要K十五 就等于说十四后面还需要再交位 难度上 你必须要去选 你不可能用易杆去把两个难度全解开了 对 除非你交到一个非常好的右边中带向下角度才可以 高板往前 推顶 这一杆球 这盘里最关键一杆了 后面实在不行 叫樊忠好了 不要抢球了 十五号球 刚才比了一下 樊忠的这个位置 直接打九九 比较反重 低杆可以往回退一点点 这杆球 关键球肯定还是有压力的 打得比较快 稍稍厚厚了一点点 摆动这个 右边中带的边空 开到了左边中带上方 同样是后面难打 白球应该还不错 挡住了九号球 看白球 我只是有机会了 看白球大胆 算是交到位了 整盘里面最难一刻 红三最后叫八号球 而且还是左手 也合适了 打五往前 不用往前退 直接停的了也好了 然后打六向上就死 好 三号球最后可以叫一个左边中带 往下一点点的位置 就尽量较近较直 这角度还得再蹬一下 对要发力 中高端发力 蹬过开球线 那么关键球 对看能不能顶住吧 漂亮 这球四两拨千斤 打进八号 恭喜白龙 那么随着伊格纳西奥的出局 那么本次公开赛 外籍球员就全军覆没了 那么本场比赛结束之后 今天TV台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张志导一天精彩的点评 感谢阿苏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陪伴 明天上午九点钟 我们再见 明天见各位